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將你的手機的遊戲 在電腦OBS上面做直播 方法有很多種 有人採用無線的投影方式 將手機的畫面 用無線的方式投影到電腦 然後再由電腦的OBS去間接抓到 這樣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第一個你的wifi的品質不好 會容易被干擾到 然後你造成你的遊戲可能會卡頓 另外一個最大問題就是 會讓你的電腦的CPU的使用率會飆高 好我們不採用這個方法 我們要採用的是有線的方法 採用有線的方法 傳統的做法是採用這個 HDMI的視訊擷取卡 安卓手機連接一個 USB-C的Hub 然後再透過 擷取卡進去你的電腦 那iphone手機呢就連接一個 lightning to ab的轉換器 一樣是進入擷取卡進入電腦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個方法有什么問題 如果用擷取卡方式做會怎樣呢 這個安卓手機嘛 先連接一個這個USB-C的Hub 不一定說每一隻安卓手機都有HDMI輸出 然后呢將這個HDMI連接到這一個 視訊擷取卡上面去 這樣子連接起來 好有沒有看到 注意看一下哦 手機是直式的 但是你擷取出來他還是要橫的 這是橫的 只有中間這塊有畫面 所以你這邊的解析度都浪費掉了 因為你 抓到真正的要的資訊就只有這一塊而已 這塊資訊大概就有全部的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你將抓做出來的這個直播 效果是非常的差 好比如說玩一個遊戲 好這個俄羅斯方塊 我要的是這一塊嗎 這一旁邊的那個黑邊 這邊的資訊就浪費掉了 iPhone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iPhone要怎么讓他HDMI出來 你就讓他連接一個 lightning除AV的轉換器 這樣連接起來 然後再 接上HDMI的線 再接到你的 這個視訊擷取卡 就有HDMI出來了 我們現在是直式的畫面 但是他呈現的是橫的 左右是黑邊 我要的資訊就這一塊而已 這一塊只有在這個1920x1080p的 這個三分之一強而已 所以啊左右兩邊是浪費掉的 我們在做這個 直式的遊戲直播 比如說像這個俄羅斯方塊的時候 黑邊就要砍掉 你只有做這一塊的直播 解析度會過低 用這個方法最大的問題就是說啊 並不是說所有的 手機都有HDMI的輸出 以iPhone為例 他沒有問題 他接這個lightning to AV的轉換器 他就有HDMI輸出沒有問題 但是安卓手機會有問題哦 像三星的手機是有HDMI輸出 那有一些牌子的手機 他是沒有HDMI輸出的 所以不見得是用每一支安卓手機 另外一個最大問題就是說 是關於直式直播的問題 採用這個HDMI輸出的這個方式 那他呈現還是橫的 但是去抓中間的這一塊 旁邊黑邊呢就會浪費掉了 所以啊用 擷取卡方式去做直視直播 有很大部分的面積都浪費掉了 所以你做出來的解析度會沒有那麼好 所以啊我們今天要介紹一款 叫做手機直視直播的轉換器 剛剛我沒有擷取卡 連接手機去做直視直播的時候會有很大問題 就是他的 他人是用橫式的畫面呈現 但是就抓中間的那一塊左右兩邊是浪費掉的 另外一個最大問題是說 並不是說所有的手機 都有HDMI輸出 以我這台三星為例 他是有HDMI輸出 很多人是沒有HDMI輸出 比如說小米的低階手機 他是沒有HDMI輸出的 基於這個問題 我我們公司研發一款叫做 手機直視直播的轉換器 他要吃5伏特的電源 然後這個UVC這地方連接到你的 筆記電腦 然後smartphone的地方連接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不限於安卓手機 也可以是iphone手機 沒有問題 我們先用這個安卓手機 然後之後再用iphone手機示範給你看一下 5伏特電源接上去 然後UVC的地方就連接到你的筆記電腦 連接進來 然後smartphone的地方 連接你的手機的數據線 以我這台是type c的手機 我就連接type c的數據線 然後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他會叫你下載個app 你就給他下載沒有問題 好就讓開始了 好這時候請你打開你的電腦obs 這時候請你去抓你的視訊裝置 去抓 然后呢 記得這邊的解析度是要抓1080p 然后呢 要抓h.264 這邊h.264 確認好畫面就抓到了 他自己就抓到了 他這個手這個手機直視直播 轉換器非常有意思哦 當你的手機擺直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是滿框 滿框哦滿框是直視的 剛剛是滿框是這邊哦 現在滿框是只有這一塊 不一樣哦 所以這個所有的解析度就真真實實 丟給這個直視的 這樣的解析度是最好的 剛剛是到整塊 你要的解析度就有中間這一塊 三分之二是浪費掉的 好這是直視的 那如果說 你把擺成橫式的會怎麼樣 好我們現在把設定成一個橫式的方式 你看哦 他自己會自動哦 這塊紅色區是自動的 你看哦 注意看 紅色區是自動的 以橫式直播來說 跟擷取卡方式是沒有什么差異 但是以直視直播是有差異的 直視直播的話 他的解析度是真真實實就有抓到這一塊 好吧 那我們實際就抓一個遊戲來玩玩看 這個俄羅斯方塊在這邊好 然后呢 我們要抓我們的這個麥克風 這個是USB的音效卡 然后再接一支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就是接個mice in的地方 好 然后呢 我們這邊再抓一個視訊裝置 視訊裝置去抓你的USB的麥克風 在這邊好抓到了這樣子好 然后呢 我們來實際做一個 臉書直播給你看一下直播 然后呢 選擇 然后把你的這個金鑰給copy下來 再到這邊好 我們因為我們要做直視直播嗎 等一下我要去obs設定 把這一個黑色的區域給弄掉 因為我只要抓這一塊而已 我們帶到這邊設定這邊 然后這邊有個影像這邊 我們要打1080x1920 然後一樣到底這邊也是打1080x1920 套用 然后很重要的地方 是這邊 輸出 串流這邊也要打1080x1920 好這邊也要打 然后按套用 確認 那我現在的聲音來源 第一個 擷取音效輸入2 是我的麥克風 是這一支麥克風 擷取音效輸入1 我去抓 這一支擷取卡的聲音 好這樣子 確認 所以啊我現在的影像 有一個就是這一個聲音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俄羅斯方塊聲音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麥克風的聲音 好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給拉到一個適當的大小 當他滿框 啊因為啊這個三星手機的這個ui 不是標準的9比16 他是更差狹長型的 所以他一定會有左邊有黑邊 你可以稍微再把這個再拉長一點點 犧牲上下一點點 好 然后讓左右黑邊留下一點點這樣子 好 那我們開始直播了 該已經copy 碼再到去貼上去 串流這邊把這個金鑰給貼上去 套用確認好 我們在開始串流 開始串流之後呢 這個影像就會丟到這個 這個臉書上面了 好這樣子 你看到畫面嗎 然后你這邊要設定到哪些人看到 就個人才可以限制哦 然后限制本人 確認 好就開始直播了 開始 好我們來實際看一下手機的這個直播 好來看一下哦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在這邊 開始直播中了 這個影像開始玩 哦 好我們結束直播我們現在來換iphone 哦 有看到畫面出來了 好哎呦畫面是剛好是16比9 所以把它拉到16比9就好了 9比16 因為畫面是9比16 所以把它拉到剛剛好就會蠻框了 這樣子好我們就可以我實際玩一個遊戲 看看 嗯我們來玩一個俄羅斯方塊 這樣子 那一樣的道理這樣一樣可以做直播啦 這樣子好這樣子 好 這蠻框的 找一款橫式的遊戲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們用這款賽車遊戲 他是橫的嗎 所以你就要當擺橫的 那因為這個ui是 值得 所以呢我們再把ui設定成 1920x1080就可以了 這把拉回來這樣子好然後呢這個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輸出的地方 要改成1920x1080這樣就可以了套用 確認 這樣經過設定之後可以看出 橫式的也可以玩沒有問題的 最後我們再講一下說為什麼要採用這個 手機只是直播的轉換器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的 因為你用截取卡方式做的這個直播 你的直視直播他的左右兩邊會 浪費掉 採用直視直播的轉換器 那他的左沒有左右的左右黑邊問題 因為他就真真實實抓到直視的畫面 那當然了這個有個缺點就是說 他只能在這個windows10跟windows11使用 不能在mac使用 所以這是最大的缺點 用這個方式做出來的 手機直視直播 是最漂亮的 因為全部的解析度全部都用上去了 謝謝大家